欢迎是公所团队在市长魏佳燕的率对下 前往日本严守县圣钢市进行国际交流 受到当地市议所以及市议会的高度重视 而双方说互相交换伴手礼 也特别前往两市地盟友好城市的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晚间更是有盛大举行晚宴 带来当地的传统民族表演 希望能够深化两市之间更多的互动交流 欢迎是公所团队及代表会一行人 一走进盛岗市一所就受到里头员工的热情欢迎 双方除了互相交换伴手礼 也就两市之间能够强化交流的项目进行讨论 期待这几天的参访能为彼此带来更加频繁的互动与观光效益 随后一行人也在盛岗市 行人市长内管茂的引领下 前往两市地盟友好城市的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展现对彼此的关心及互动不曾改变 盛岗市长内管茂先生 盛大的欢迎我们所有的来访团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市一所的一个安排 跟我们市长的一个安排 那今天也到了我们的友好纪念碑这边 那可以看看 其实我们友好纪念碑让我们两地的情谊可以科显在上面 那也希望说明年的棒球大赛 是不是有机会带孩子们来这边参加棒球大赛 那刚刚也说了篮球 那还有多项的体育 未来也希望我们能够带更多的市民来到盛岗这边参访 也希望盛岗的好朋友们也可以到花莲做一个参访 圣钢市传统民俗舞蹈三煞舞 在舞台上精彩呈现 为晚间的欢迎晚宴正式揭开序幕 市长为家宴急在场所有人也高举酒杯 替两室之间的友谊喝彩 而圣钢市长内管茂也希望参访团 能深刻体验圣钢的美与文化 并将封硕成果带回花莲 记者许立琴圣钢市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